現在今天說 這個你曾經有一個醫師 施打毒物殺害情婦 對 這個案子 所以潘醫師也在這邊 醫生有時候還有尊敬一下 因為醫生他用藥 其實有很多是有 譬如說安眠藥或怎麼樣等等 其實他用藥蠻多的 是屬於管制藥品 對 所以這個案子是發生在九十八 他是這樣子 有一個就是在國內 非常知名的一個醫院 就是一個致癌的一個醫院 然後有一個黃姓的醫師 那黃姓醫師也是非常知名的 一個癌症的 一個大腸癌的一個知名的醫師 然後他常常就到大陸去開會 等等 開會以後晚上就沒事 就會到酒店晃一晃 就認識了這個姓秦的 姓秦的服務生 服務生以後他就百般的追求 那個醫生追那個服務生 就是那個醫生追那個服務生 因為到大陸前 然後覺得這個服務生蠻好的 就是那個外表等等吸引他 後來這個醫生就多次的 也到大陸開會 利用這樣的機會 兩個就在那邊就優惠 後來那個情緒的女孩子 也到台灣來 也到台灣來 然後醫生也招待他等等 那當然醫生他本身有家事 所以這些都是在那邊進行 結果他那個當然這過程之中 你要類似小三 你要小三 你要把他抓住 那要的是什麼 除了感情之外 最主要是要錢 這一定的 你要養大陸小三 你一定要投錢下去 結果他總共投了 大概有三百萬 甚至於那個 台幣 台幣 台幣三百萬 然後那個姓秦的 他買房子的時候 頭期款還是這個醫生付的 這個醫生付的 所以後來當然醫生 就覺得說到大陸就是 等於是大陸的一個惡娘等等 然後這樣子本來維持一段 可是後來 惡奶 不是惡娘 對 惡奶 OK 惡奶 然後後來他發現了 不對 好像最近怪怪的 就發現他好像有變心 秦 小姐有變心 對 秦 小姐有變心 因為這個醫生 講態是年紀有一點 就稍微大一點 那當然秦小姐 她一定是很年輕 漂亮等等 所以後來他就發現 好像有變心 因此他就是 可能我在想 他就是有準備了 就在最後一次 就是98年12月25號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在之前11月30號的時候 因為他是醫生 他自己就開了那個 這個藥 這個藥後來一查 是好像就是安眠的 就是鎮靜的 結果他自己開了多少 自己用處方簽 開了15瓶 另外也帶了針 針劑 針 然後15瓶藥 就帶到大陸去了 然後另外還有他去 那個到那個軍品店 軍品店就北投的軍品店 他就買了那個 銅軍繩 手銅 另外還有這個眼罩等等 這些東西就一起帶過去 連那個藥一起帶過去 那帶過去他先到上海 上海後來輾轉的就轉到大連 先到上海後來輾轉轉的 轉到那個大連 大連當然就是聯絡 那個姓琴的那個女孩子過來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就是優惠 然後在那個 那個時候後來 那個姓琴的 後來他們就在房間裡面 就玩 那個醫生講 他是玩那個SM的一個 性虐待 對 性虐待的那種 那種遊戲 所以另外他原來 先把那個 先加在那個調酒 先加在那個酒裡面 可是發現好像效果不好 然後他也跟 這個醫生也跟清小姐講 這個有助性的作用 對 跟他講 結果喝了以後好像 效果不是很好 乾脆用打的 因為他有帶針劑過去 他用打的 那個女孩子就後來去洗澡 結果這個時候 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就打簡訊過來 那電話就在那邊震動 不是想 那女孩子在洗澡 他就拿那個手機拿來看 看了以後 順便看他的那個 那個LINE 或是不是LINE 就是他們那個大陸的微信 他們那些留言等等 發現那個他的男友 另外一個就是男友 就是用那個微信跟他講說 我在家等你 我回來了 我在家等你 我準備那個大夾蟹 這個等等 在家裡面打采 結果他一看的時候 你現在跟我在一起 結果你跟那個等於是 是另外劈腿 跟另外男的 但男的在家 而且那個家是他付錢 就是同期管他買的那個房子 所以當然整個就 就飛到走起來 整個就很生氣 後來女孩子出來以後 兩個就吵起來了 那吵起來以後 當然就是這個火一點 就一發不可收拾 然後他就開始又壓制他 當然就打那個 打上去以後 慢慢的就昏迷 結果發現那個過程之中 他總共打了兩次 發現他還有掙扎等等 他總共打了兩次 打了以後 那女孩子後來昏死了 結果昏死現在產生一個問題 他有沒有去勒他 現在公安那邊基本上說是 應該是沒有外力沒有明顯 可是你讓他整個打這個藥 他根本沒有辦法動 而且手靠在後面 腳又綁起來 然後又綁住那個床鋪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掙扎 而且嘴巴塞了兩次的 那個小方肌 那個毛巾 這個我們一般看很多現場 這個東西你如果呼吸不順暢 你手又在後面 你腳又沒辦法動 這活活都會悶死 後來這個案子就是說 所以出命案是不是 對 後來就是死掉了 但是醫生現在辯解說 我是帶這個藥是要住信 我不是要殺他 對不對 但是因為有爭吵 我打了 意外 然後我離開我還摸他 他還有呼吸 還沒有死 但是大陸他驗出來 基本上也是有這些藥物 沒有問題 但是最後是窒息死亡 窒息死亡 可是窒息死亡 你把它綁起來 你塞了那麼多毛巾 意外跟謀殺其實是最差很多 對 所以這種東西 後來他那個醫生 後來判了十一年 因為後來他回到 十一年 對 十一年 後來回到台灣來 那大陸當然這個案子 因為家人就開始找 怎麼 對不對 後來一直 他後來中途也用那個 他的那個女孩子 情侶的那個手機 就是跟他發一個假的簡訊 說有朋友來找 我現在要去哪裡等等 我們沒事了 我們很快就會回去 所以家人隔了一陣子 發現怎麼失聯了 一直找不到 後來最後找到 他就死在那個旅館的地方 那這個案子就爆發 那後來是台灣的法律判他的 對 後來是用台灣的法律 來判他 但是這個證物判十一年 因為這個十一年 我在看就是 當然也是 就是到底這個是不是真的 把他悶死 他的故意性等等 他說我那時候一看到 我只是讓你不要叫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離開的時候 你還有氣等等 所以講起來十一年 判的病不是很重 就變重傷害致死 對 重傷害 應該是重傷害 所以呢 這個東西 這個很難說 但是醫生呢 他把藥帶出去等等 所以這個藥呢 因為有很多是像那種全身 就是麻醉的 或半身麻醉的這種藥 其實呢 醫生拿到呢 真的是 瞭解 所以對醫生要尊敬一點 拍醫師 我們一直都很尊敬 從來沒有不尊敬的 不敢造次 是 是 潘醫師 我同事最關心的話題 就是那個藥針能助性嗎 沒有啦 其實在集長蠻常用的 可是用的時候 醫生學長學弟 都會互相告知 就是說如果要給病人打這個針 不管是肌肉注射 肌肉注射就有風險 還靜脈注射 他會怎麼樣 他會呼吸抑制 所以打這個針 一定要小心 一定旁邊要有人看著 然後你最好你有別的針打 你就不要打這個 因為這種強力鎮精劑 你說帶十五瓶去助性 我真的不信 要助性東西太多了 威爾綱嘛 藍制小藥丸什麼 女生也可以吃啊 各式各樣的助性藥 怎麼會帶十五瓶 這個連我們在急診 都要很小心的用藥呢 這有點說不過去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晚